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已然 魂不附体 魂不附体是中国的成语 魂不附体 体是我们的身体 灵魂 这个魂呢 要附体 魂不附体 这个人就莫名其妙了 没有正常的行为 美国今天声称要找回灵魂 但是美国今天是画了魂不附体的毛病 这魂不附体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重要特征外部表现 我们接到中心理论组的同志们一致认为 美国人现在画了一种病 这个病呢 可以叫 叫敌人缺乏症 什么意思 这个话其实也不是我们理论组的发现 二十多年前就有美国指出来 是冷战结束了 美国人现在突然间 没敌人了 苏联已经倒塌了 用尼克松的说法就是不战而胜了 意外的苏联人自己挥刀自攻 轰然倒塌了 美国人突然间 哟 我们美国有点不适应 没有敌人怎么可以啊 没敌人哪行啊 所以美国人他们天真的认为 只要我们找到一个假想敌 就能够将这个分裂的美国 撕裂的美国 族群对立的美国 政党的攻击不断的美国 没法干成正事的美国 重新的整合起来 找回国家的目标感 也许真的有人这么想啊 所以在这种所谓错误的思维的支持下 本届美国政府正在延续特朗普政府那种愚蠢的做法 极其愚蠢的 低端的 错误的 对中国实行疯狂的打压 因为他们不断的制造 中国是敌人 不断的加大对中国的遏制打压 频频挑战中国的底线 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昏招都是 他们才在天天喊 中国种族灭绝 中国有人信你美国才种族灭绝 你才种族灭绝呢 你们家历史上240年前那个时候 然后再往这边数 几百万印第安人 当地的老百姓 土著居民 没了 他们哪去了 那叫不叫种族灭绝啊 现在他们只剩25万人 贫穷饥饿保护区 新冠病毒感染情况严重 本种族的 本民族的文化 损失殆尽 那叫不叫种族灭绝啊 贩卖黑奴 屠杀奴隶 只有自己做过大量的种族灭绝的事情 而且自己呢 心里面觉得是个贱物人的事情 所以他在把种族灭绝的自己名的往别人脑子上安的时候 他还才会生出来一种的 栽赃别人的快感 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偏执 这新冠病毒到底哪来的是个科学的问题啊 但是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上 由美国中情局主导 三个月一定要把中国这事做实了 你这叫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有你这样了吗 而且这事如果是特朗普做出来的一个地产商 潘石一那么一个水平的人 还未必比我们潘石一水平高来 还可以理解 但是拜登作为美国资深的外交家 这么做 疯了 魂不附体了 鬼打墙了 莫名其妙了 分裂了 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从根本上说呀 美国栽赃中国的这种行为 是有点小儿科 叫隔壁网奶奶奶说 自欺欺人的 懦弱 美国外交网站呢 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说 中美关系正在处在几十年最糟糕的时候 你甭这么说 我也知道 不用你在那发 全国人民都看见 全世界人民都看见了 美国现在政府的对抗的方式 将使情况变得更糟 这是一句有用的话 有信息量 就美国外交网站都认为 美国政府致力于对抗 而不是中国政府致力对抗 这种对抗将使中美关系变得更糟 更重要的话 在美国这个外交政策网站上面 讲出来是说 美国这种行为损人而不利己 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 你看有明媚人啊 看出来了 看出来 但是他坚持这么做 说明什么 说明没活了 说明魂不附体了 说明出昏招了 说明胡来了嘛 50年前的7月 美国发生了一个种族骚乱 发生反战游行示威 席卷全美国 美国民众对国家和前途信心降至低谷 那时候不是越战吗 反越战 那个时候的美国总统是谁啊 尼克松刚当上总统在堪萨斯城发表演讲 那个时候尼克松呢突然间有点开窍 他开窍 他就以古代帝国衰落为例 提醒美国人 我们美国人必须有健康的力量 健康的道德力量 健康的精神力量 如果没有 美国将 这词不错呀 尼克松讲过一些好话 健康的道德力量和健康的精神力量 美国人必须有这么一个东西 到哪去找这个东西啊 讲完了这个东西总得要有所附着 没有对政治家来说啊 重要的是行动啊 嘴上说完了以后 没行动的空头政治家 尼克松有成就 尼克松在美国历史和中美关系历史当中 是个重要人物就在于 讲演之后第三天 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派了 当时还很年轻 戴着宽边眼镜的 黑块眼镜的 那基辛格 取道来到了中国 所以这次 秦刚到美国之后的第一个演讲 就讲基辛格当年取道 到了中国 秦刚用的词是 我是正道来美国 正道 基辛格那时候是取道 而我是正道 我发现秦刚用词还是很谨慎的 取道正道 这蛮有意思 基辛格是秘密来中国的 两国人民在整个世界当中 都从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当中 极大的受益 中国受益当然是改革开放 那美国呢 美国在这当中受益太多了 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 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 从基辛格 从尼克松 当年的这种正确的选择当中 找到一条突围的路子 现在这种眉头仓一样乱撞 胡来这损害自己 实话说 我们看着都着急 真替美国人着急 美国外交史学会有个前主席叫 梅尔文 他曾经说过一番有点道理的话 他说思考中美关系的时候 你应该想到未来 未来时应该更多的将焦点放在美国国内 因为真正的挑战是美国自己的系统 如果美国自己的系统国内运行良好 则一切情况会好得多 这也算是个美国明白人 对不对 就是美国 你自己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你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 天清地宁 美国人如果没有自己的这个没有这么一个认识 想甩锅 想恶心别人 然后呢 没有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那你大错而特错了 就会无限的错下去 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 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甚至用攻击中国来掩饰自己的问题 攻击中国以呢 这个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都是不可能呀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中国的发展 从来不是建立在 美国衰落的基础之上 我们天天讲 第一 我们讲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 我们讲双赢 第三 我们说你好 我好 你好 我才好 甚至你不好 我们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我们都诚 我们都诚恳到这种程度 真心实意帮过你的 对不对 美国人不领情意就算了 你反过来打压中国 你这哪有这么做的 对不对 谢峰说 你好话说尽 坏话 坏事做尽 好处占尽 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对吧 现在我们跟你拉清单 清单跟你讲 你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这些问题不解决 咱们别的事满谈 免谈 中国现在就这个态度 那美国政府现在做的是什么事 美国政府现在做的事 是纠正自己的错误 谢峰不给你那单子 王毅国伟呢 不给你讲三个底线 不给你讲三个清晰 你美国从自己的切身力出发 你也应该回去 检讨一下自己 找回美国的灵魂 健康的精神力量 健康的道德力量还有吗 力量没有了 道德还在 不属于美国了 精神还在 精神已经弥散了 现在你执迷于把中国作为假想敌 把中美关系拼命的往对抗的方向推 美国这种做法 不仅会严重的束缚自己 解决自身问题的手脚 而且你也是撕裂国际社会 你破坏的是全球的大局 不仅抗议 所有的方面 简单说 目前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是自己 中国现在在美国这种中压之下 我们不想以美国为敌 但是你欺负我 没办法 对不对 我们没想取代你 我们这么多人要吃饭 我们这么多人要发展 我们老百姓要过好日子 我们的执政党讲的明明白白的 中国老百姓 人民的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实现了100点目标 我们还有一个100点目标 要实现 那就是中国基本上实现现现代化 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八一建军节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 八一建军节开天PDD一回 人民有了子弟兵 子弟兵是什么呀 子弟兵按照毛泽子的定义 那就是我们党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解放战争时期改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最主要的武装力量 这支武装力量是保卫祖国建设祖国 解放全中国 还有几个岛的没解放 没解放怎么叫美国民族复兴 所以我们中国始终是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 包括你们天天折腾我们的海峡问题 本质上也是国内战争的继续 我们要解决我们中华民族的彻底的解放 全境的解放问题 1949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就下命令向全国进军 解放全国一切领土 那现在毛主席朱总司令1949年下的命令还没有解决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 保卫祖国 建设祖国是重任 统一统统一祖国是重任 在这些事情上 美国你来过来倒什么乱 这倒乱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所以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 我甚至都想这么说 你从美国的发展来说 他太顺了顺风顺水 对不对 是有些威胁存在 但是这些威胁 从美国人角度看 是威胁 但是从公正的角度看 这些所谓的威胁都是你美国自己一手造成的 对不对 伊朗过去也是你支持的 后来翻脸 后来翻脸和你美国政策直接相关 这些威胁主要来源于美国众多的所谓敌人 而是这些敌人之所以存在 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你美国主动进招 你根本就不给人一尊严 你欺负别人 你翻手为言覆手为语 你想怎么着怎么着 只要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甚至符合美国眼下的商业利益 你都敢于颠覆人家合法政府 所以美国的实力增长 过快加上美国没能从这个国家获取到美国 认为应该获取的利益 所以他就把对方化为敌人了 美国的敌人就这么自己塑造出来 所以美国不断的征战 天天打仗 就是为了和敌人打仗 但是这些敌人本质上是美国自制造出来的 那你说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吗 美国俄罗斯关系自然是 自然是有较劲的一面 甚至是拜登去见普京之前 还要公开发表演讲说 普京是个杀手 美国冷战那么多年的对象 那就是俄罗斯 但是俄罗斯已经共产党下台了 苏联已经不在了 美国按说你应该这时候展现你的 所谓普世价值人权 但是美国北约东阔 依然要弄死俄罗斯 可见所谓意识形态之争 这也不是主要的问题 本质的问题是利益之争 因为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的存在 俄罗斯在西方挤压之下 庞大的这种强硬的反抗 反弹能力的存在 美国一定要弄死他 甚至就连基辛格这样的人 都认为俄罗斯的实力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 会对美国起到压制性的作用 所以俄罗斯从他核武的力量来说 对美国构成威胁 从冷战的习惯来说 你把俄罗斯作为威胁 但其实美国你对俄罗斯 如果不是那么极限打压的话 俄罗斯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弹 我是同意人民日报的这个说法 隔壁王奶奶的水平 经常和人日报的评论员的水平一致 隔壁王奶奶的人认为 美国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今天美国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这个答案根本就 不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美国人找寻灵魂 美国人灵魂是什么呀 美国人灵魂就是自认为自己高贵 因为Oh my God 保佑自己 上帝特别垂青于他们 所以美国就强势 美国就上帝特别眷顾他们 所以美国人就长出了一种毛病 灌出了一种毛病 这种毛病就是唯我独尊 就是不行就来硬的 胳膊粗力气大 他因为自己强 军事力量强大 又因为美元霸权 又因为强势文化 所以进入一个循环逻辑辩识 我先进 我强大 上帝眷顾我 所以我想欺负谁就欺负谁 你们不让我欺负 那不行我要抢夺资源 我要抢夺能源 我要抢夺利润 不让我抢夺的就是我的敌人 但是现在美国实力呢 有点衰弱 美国这种强硬霸道 由于世界力量发生改变 特别是中国的实力的增长 美国人现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忌惮 这种忌惮使他变得恐惧 恐惧他就动摇 动摇他就发疯 发疯就找不到自己灵魂 找不到自己灵魂就鬼打情 然后呢就昏招叠出 关于美国人寻找灵魂的事情 这期就说到这儿 咱们下期见